母亲在城里给千万富豪做保姆 儿子突然得知自己竟然是富豪的亲儿子 他中了大奖一般的开心 本以为能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可父亲却安排他去做了一名销售员 父亲张大山给自己安排的这是什么破工作呀 这是打发要饭的呢 富豪父亲为什么在二十多年后才认他这个儿子 马当保姆儿争财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 2016年初夏的一天傍晚 南方某城市的一个高档居民小区的1109市里 60多岁的张大山和保姆李凤边吃晚饭边聊天 保姆李凤的几句话震惊了张大山 他惊叫道 你说什么 我和你竟然还有个儿子 年过半百的保姆李凤泪眼婆娑地点点头 是啊 我们俩在乡下还有个儿子 这个保姆李凤说的是真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先从李凤是怎么进入老张家当保姆的开始说起 早在一年前 张大山的妻子黄丽在医院就诊时被查出肝癌晚期 黄丽的身体需要有人能照料他的起居服药 而家中也需要个保姆照顾张大山和儿子张明的一日三餐 张大山来来回回地换了几个保姆 不是笨手笨脚 就是偷懒耍华 几经思索之后 张大山找来了同村的老乡李凤 李凤手脚麻利 眼里又有活 把张大山的家中收拾的是利落妥当 他对张大山的妻子黄丽照顾的也是无微不至 为此张大山还几次给李凤加薪 然而即便如此 妻子黄丽的身体还是每况愈下 半年后 黄丽的肿瘤恶化离开了人世 葬礼过后 张大山的儿子张明 以母亲黄丽已经过世 不再需要人照料为由 向父亲张大山提出了把李凤辞退的想法 不料张大山不仅坚持要把李凤留下来 还说要把李凤在家乡的儿子朱武也一并叫过来 要安排到自家的公司工作 这几天张明回家的时候 总感觉背后有人指指点点 现如今父亲又当面告诉他 要把保姆留在身边 还要给他的孩子安排工作 父亲的这一举动不免让张明产生了怀疑 难道父亲真的和保姆又见不得人的关系 原来张大山和李凤的确有过一段感情 张大山和李凤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两人少不更事 暗生情愫 偷吃了禁果 而后张大山的父亲病逝 张大山不得不去城里工作 就此与李凤断了联系 怎料到张大山走后 李凤竟然发觉自己怀了孕 李凤父母把村里人笑话 便草草地把已经怀孕的李凤 嫁给了村里的一个老光棍 朱天来 就这样 李凤与大了他整整二十岁的朱天来结了婚 婚后 李凤把孩子生了下来 将他与张大山的儿子取名为朱武 之后 又过了十多年 朱天来因病离世 李凤就此成了寡妇 但却没有再改嫁 而是一个人含辛茹苦地 抚养儿子朱武 长大成人 就在两年之前 已经身为人妇的张大山 领着妻子儿子荣归故里 张大山与李凤再次相见 却早已是发丝斑白 李凤得知张大山已经有了家世 还成了千万富翁 而自己却是个无依无靠年过半百的寡 看着张大山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李凤心中打定 朱武是他张大山的儿子的这个秘密 他要永远地埋藏在自己的心中 本以为这次见面之后 张大山和李凤就此回到各自的生活轨道 不再有任何的交集 怎料到几个月之后 张大山的一通电话打破了瓶颈 张大山呢 想要请李凤进城 来他的家中做保姆 而且呀 开的工资也都很不错 连儿子朱武都说 妈 这可是个赚钱的好机会 可李凤却有些犹豫 毕竟之前那么多的前程旧事 摆在两人之间 这相处起来多少会有些不舒服吧 可是啊 架不住张大山三番两次的邀请 甚至开出了三倍的工资 李凤的儿子朱武也窜坐着母亲让他答应 李凤呢 终于答应了去张家做保姆 多半年过去了 一切都风平浪静 李凤把张大山一家三口照顾得很好 自从张大山的妻子肿瘤恶化去世后 张大山和李凤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二十多年的旧情人如今朝夕相处 张大山会不会旧情复燃 李凤会不会吐露埋藏多年的秘密 那一天呢 本来张大山和客户应酬就已经合多了 醉酒回家之后 张大山又让李凤给自己热了几个下酒菜 说是啊 要和他好好地聊聊天 这天晚上 张大山借着酒醉 终于向李凤说出了一直藏在心中的愧疚 张大山坦诚自己对不住李凤 现在虽然已经有千万家财 不知该如何弥补对李凤这么多年的亏欠 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说着竟然失了眼眶 李凤一时动情 再也无法隐藏内心的秘密 哭着说出了自己和张大山 其实还有一个儿子 朱武的事实 也就出现了节目开头我们所说的那一幕 大山 咱们的儿子今年已经二十多岁了 名叫朱武 他和你长得很像 说着还拿出了儿子的照片 张大山看着朱武的照片 那简直就是自己的翻版 不用去做亲子鉴定都知道 那肯定是他的儿子 朱武被父亲安排在公司做销售 硬着头皮干了三个月的他 还是心有不甘 我也是他的亲生儿子呀 凭什么他张明就能坐上总经理的职位 心里憋屈的朱武决定去找父亲 索要那份他认为自己应得的补偿 打小就缺失了父亲的关爱 必须补偿我们母子俩 父亲能够满足他的要求吗 他跟同父异母的弟弟又该如何相处 张大山觉得亏欠李凤他们娘俩实在太多了 他很想补偿 张大山得知朱武还在老家打工 便让李凤把儿子朱武叫到城里来 说是要在自己家开的公司里给朱武安排一个岗位 从基层开始做起 日后熟悉了公司的情况 便可以帮着兄弟张明一起打理公司了 到时候自己也可以安心隐退 张大山知道 也得找个机会 把自己和家中保姆李凤的关系 以及两人二十多年前就生下过一个儿子的事 跟自己的儿子张明好好说说 张明前两年从国外留学回来 在自家的公司里做总经理 公司被他打理的是井井有条 这张大山想他和李凤复合 以及张明还有一个哥哥 这么两件大事 张大山吃不准张明能否接受 这天张大山让李凤凤准备了一大桌子酒菜 叫了张明回家吃饭 吃饭的时候 张大山和儿子还喝了两杯酒 接着张大山跟儿子张明说起了他和保姆李凤 二十多年前的那段感情 当张大山说到他与保姆还有个儿子的时候 张明惊讶的半天没缓过神来 张明得知父亲要和保姆在一起 自己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他又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爸 你实在太过分了 我们还没死的时候 你就敢把老情人往家里带 那个什么哥哥 我是不会认的 我接受不了 一场家宴就此不欢而散 张明掀翻了桌子走了 留下张大山和李凤 收拾着满地的酒菜 两个人的心理谁都不好过 不过张大山还是决定 先让他和李凤的儿子朱武进城 到自驾的公司上班 而就在朱武发愁没钱花的时候 母亲李凤打电话说 让朱武到城里来上班 说朱武询问母亲 说哪来的人脉关系 有如此之大的口气呀 母亲李凤才告诉儿子朱武 其实自己一直瞒着他的身世 得知这一切 朱武起先是有些震惊 但他得知生父是个有钱的主的时候 他中了大奖一般的开心 朱武来到了城里 见到张大山后 那是一口一个罢 嘴巴上比抹了蜜还甜 张大山也特意设宴款待了朱武 说是要好好地补偿一下李凤母子俩 可是当朱武来到公司 发现生父张大山给自己安排的 并不是什么手下领着十几号人的部门经理 而只是一个基层做销售的小员工 整日加班不说 这一个月下来领了几个薪水 还不够自己赌博喝酒的时候 朱武开始埋怨生父张大山 再加上同父异母的弟弟张明 对自己就像是个透明人似的 朱武的心里挺不开心的 而另一方面 朱武的工作表现也真是不怎么样 能力上欠缺 销售业绩垫底 同事间也不会为人处事 这天 朱武经过茶水间 听到三五个同事在闲聊 内容好像是关于自己的 这仔细一听 原来同事们在讨论 朱武是老板私生子的事 而更让朱武动怒的是 同事们嘲讽朱武 说他太不自量力了 还以为自己能继承公司做太子 却不想想 就凭他的能力 早晚会被正房的儿子张明 提出公司 朱武听到这之后 是愤愤地离开 此后一连好几天 都没来公司上班 整天地躺在家里 父亲张大山给自己安排的 这是什么破工作 这是打发要饭的 我也是他的亲生儿子 凭什么他张明就能坐上 总经理的职位 风光威武 邀五贺六的 看这情形 张大山退了之后 还是要把家产都给张明的 我们母子俩能分到什么 想到这一切 朱武的心里失衡了 你看看 同父异母的弟弟张明 生下来就是人上人 出国留学 海归经历 可自己呢 打小就缺失了父亲的关爱 没受过大学教育 没见过大世面 父亲张大山 为自己和母亲付出过什么 自己还没有出生呢 他就撇下我和母亲 一走二三十年 还有了家事 现在父亲有钱了 必须补偿我们母子俩 第一 母亲绝不能 屈就保姆的身份 张大山得给母亲一个名分 给自己一个名分 第二 自己要当副总经理 身世和教育背景的玄书 让同父异母的兄弟俩 在公司受到截然不同的对待 弟弟张明高高在上 哥哥朱武备受排挤 这种反差让朱武心理上 产生极度的不平衡 正是这种不平等 给这个家庭埋下了祸根 这一天朱武打扮一心 来到父亲张大山住的地方 陪着笑脸 小心翼翼地 说出了自己的补偿要求 张大山听完后 是一改往日的温和 冷冷地说道 你在公司的表现 我是一清二楚的 就算我把你放在了副总的位置 你能管理好公司吗 能力和职位是相匹配的 你再练个几年再说吧 李凤也觉得张大山 说得非常的有道理 劝着朱武安下心来 好好地工作 这个朱武呢 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不久后的一天 朱武竟然出事了 一天凌晨 李凤突然接到 儿子朱武的电话 朱武说 自己因为欠人钱被人绑了 要从母亲那里借些钱来还债 朱武还说 自己的小命现在就在人家手里 让李凤千万别报警 这李凤哪里经历过这种事 早就下的是六神无主了 他最信任的就是张大山了 得赶紧找张大山想想办法 朱武因欠钱被人绑架 警方介入后 获救的朱武说出被绑的真相 顾兄杀了张武 这样一来 自己就是张大山万贯家财的唯一继承人了 朱武为了独占家产 萌生了杀地之心 不料却与顾来的杀手撕破了脸 韩勇一气之下绑了朱武 你要是不给我钱 我就把你的事全都抖出来 最终朱武被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 他为何大呼冤枉 声称自己是无罪的 马当保姆而争财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张大山叱咤商场多年 哪里受到过这种威胁 他跟李峰说 钱他张大山可以帮忙还 可通过绑架的方式逼人还钱这种事 可不仅仅是还钱那么简单了 应该直接报警 让警方来解决追究绑架者的法律责任 李峰觉得张大山说的有理 随即报了警 警方介入后 经过细致的侦查 不久之后 在一家小旅店将绑匪韩勇抓获 韩勇知道自己是逃不妥法律的制裁的 不如坦白同宽 他跟警方说 是自己绑架了朱武 这个朱武在网上雇佣了我 帮他杀害张明 三番两次的跟我讲价不说 后来啊 好不容易定好了一个价格 还要反悔 自己恼怒之下就绑架了朱武 以举报他要杀人的事威胁他 索要一万块钱 只是啊 这钱还没有拿到 自己就被抓了 从警方口中得知消息的李峰 不相信儿子朱武会故凶杀害同父异母的弟弟 李峰一口咬定 凶手韩勇是想要逃脱法律罪行 故意嫁祸给朱武 那么朱武是否真的要谋害同父异母的弟弟张明呢 不管怎样 先找到朱武再说 警方根据韩勇提供的线索 在一条小河边的废弃仓库里找到了朱武 朱武当案之后 跟警方坦白了 自己为何要故凶杀害同父异母的兄弟张明 后又反被凶手韩勇绑架敲诈勒索的经过 那天朱武跟父亲张大山提出补偿条件 被拒绝之后 他的心中愤愤不平 我也是张大山的儿子 凭什么要我在小小的销售岗位上待个三五年啊 我就应该是个空降的副总 每个月不干活还应该有钱呢 朱武的心中极度的不平衡 愤懑之中他想出了一个点子 顾凶杀了张明 这样一来 自己就是张大山万贯家财的唯一继承人了 说干就干 朱武马上上网 寻找能帮自己干这事的人 很快 有一个自称老武的人联系了他 说呀 只要一次复兴二十万 保证万无一失 朱武给那人说 自己能不能先付两万订金 事成之后 等自己成为唯一的合法继承人 再把剩下的钱给补齐 而且呀 把价格也砍到了十万块 但是老武不肯答应 就这么冷了几天之后 老武突然回复说 找到了愿意做这桩买卖的韩某 后经警方查识 这个老武呢 其实就是韩勇 韩勇因为欠下巨额赌债 急需用钱 才接下了这桩买卖 朱武告诉韩勇 他要下手的对象张明 每天都加班到很晚 下班后呢 会到地下停车场去取车 所以停车场 是最佳的作案地点 而就在朱武定好了下手的日子 再次联系韩勇时 韩勇却说 杀人这种事可是大罪重罪 我的付出 那得和我的回报成正比 你这个数太少了 再加五万 朱武这边呢 也是真的没钱 还了个价说 我再加两万 你爱干不干 韩勇说 那也行 那你定金得多加点 这天下午 韩勇和朱武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见了面 两个人一见面 就因为预付定金翻了脸 这时转身要走的朱武提出 两人交易取消 没想到朱武的这个决定 彻底的把韩勇给惹火了 可韩勇也不是省油的灯 我从外地赶过来 你说取消交易就取消交易 这车马费还得我自己垫 你这不是耍人吗 韩勇一气之下绑了朱武说 杀人那种事多费力气 不如我直接绑了你 跟你要钱更轻松些 我跟你说 你要是不给我钱 我就把你的事全都抖出来 朱武一听慌了 眼下自己这是有把柄在韩勇手里 钱只能给 可这朱武一时之间 哪里有那么多钱 只好求助于母亲李凤 可李凤又哪里知道 这个朱武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他也就听了张大山的话 报了警 一切终于都水落石出了 朱武雇用韩勇 蓄意谋杀张明 不料事情失败 反被绑架 敲诈勒索 很快 检察院以朱武犯故意杀人罪 韩勇犯绑架罪 敲诈勒索罪 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此时的李凤泪如雨下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儿子朱武 竟然会干出这等事来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 朱武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 李凤的心里总觉得 检察院说朱武犯的是故意杀人罪 这样的罪名太重了吧 朱武也大不冤枉 认为自己无罪 互联网上雇凶的那些话 我都是随便说说的 我并没有要杀人 也没有对张明造成一丝一毫的伤害 张明甚至到现在为止 什么都不知道 这种情况之下 朱武犯了故意杀人罪 这里就要讲到今天的关键词 犯罪预备 为了犯罪准备工具 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 犯罪预备具有四个特征 第一 主观上为了实行犯罪 第二 客观上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 也就是说 实施了为犯罪的实行和完成 创造便利条件的行为 比如 预备犯罪工具 创造犯罪条件 事先调查犯罪场所 时机和被害人的行踪 出发前往犯罪场所 或者诱骗被害人 赶赴预定犯罪地点等等 都属于犯罪预备行为 第三 事实上未能着手实施犯罪 第四 未能着手实行犯罪 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 在今天的案例当中 本案的被告人朱武 和被固的凶手韩勇的聊天记录 能够证实 朱武在互联网上雇凶 存在故意杀人的主观动机 而且他在被固的凶手韩勇 斗手之前 有积极提供被害人的住址和身份特征 还多次的催促韩勇 实施杀人行为 朱武的这些行为 足以证明 其在主观上具有杀人故意 客观上也实施了杀人犯罪的预备 为其故意杀人 准备了工具 创造了条件 但尚未着手实行 故意杀人的实行行为 属于犯罪预备 依法应承担刑事责任 但是可以比照计罪犯 减轻处罚 可能有人还会说 这都还没有着手实行犯罪呢 为什么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呢 其实这是源于大家 对这种犯罪的认识不清 故意杀人罪是行为犯 只要行为人 实施了故意杀人的行为 就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不管被害人是否实际被杀 不管杀人行为 处于犯罪的预备 未遂终止或哪个阶段 都构成犯罪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判决 朱武的犯罪行为 属于为了故意杀人制造条件 习故意杀人罪犯罪预备阶段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韩勇犯绑架罪 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犯敲诈勒索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 恕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七年十个月并处罚金 李凤坐在法庭上 是泪如雨下 离开法院之后 李凤才从张大山那里得知 其实啊 后来张明跟父亲张大山 有过一次深谈 张明也明确了 对保姆李凤和同父异母的哥哥 朱武的想法 起初呢 张明确实有些接受不了 家里的新保姆 竟然是父亲的旧情人 以及自己还有个 二十多年未曾谋面的哥哥的事 但是张大山非常的诚恳 他请求儿子张明 能原谅自己的过错 接纳他们母子俩 也希望他们弟兄两个 能和睦相处 共同的为家族的事业努力 其实呢 张明也知道 父亲一直辛勤苦闷 自小父母两人的感情就不和谐 天天的吵 如今呢 母亲也已经去世了 李凤的出现 对父亲来说 也许是一桩好事 不如就成全了父亲的心愿吧 这样想着 张明也不想再过多纠缠些什么 而且 他已经同意父亲张大山 按照自己的意愿 给朱武一定的财产 朱武得知这一切羞愧难当 这是自作自受啊 朱武入狱服行了 铁窗内的他开始了反思 私欲吞噬了自己的理智 让自己无视亲情 无视法律 一步步的走向深渊不能自拔 如果再给自己重来一次的机会 自己一定会脚踏实地地规划自己的人生 可惜 没有如果 而朱武的母亲李凤 一夜之间变得更加的苍老 他觉得 是自己没有教育好儿子 朱武 他无言面对张大山 张明父子 默默地离开了张家 好了 本期的法律讲堂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栏目服务号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 正备战高考的女孩被父亲骗回家 逼她嫁人 爸不要 你放我出去求求你了 结婚当天 女孩突然晕倒 被婆家退婚 就冲她结婚大喜日子晕倒这事 我们嫌她晦气 女孩悲痛之时 竟意外得知自己并非亲生 她回到亲生父母身边 又因何被养父 告上法庭 逼婚不成断亲情 明日播出